大家好,我是玩樂小子的頂人 今天我要介紹這款遊戲是 Shi Summurai 這款遊戲是一款簡單的手排控管及驅控遊戲 裡面會有精緻的配件以及精美的模型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裡面到底有什麼吧 一看究竟 好,有沒有看到我手上的模型 現在場上就是基本四人的配置 首先每一個人會有一個擋板跟一疊的手排 這些手排都會在我們的擋板背面可以看到它的數量以及它的能力 接著遊戲進行是 遊戲進行如下 我們今天到自己的回合 只要從這邊的手排中 從五張選出一張打出來在我們的版圖上 那你的回合就結束 就換下一個人 那這些手排它會有各種不同的能力 例如說 這個是建築物的影響力 它會有兩點 那其他的話 會有糧食的影響力會有三點 OK 那一時來推它會有各種不同的影響力 那這個遊戲呢 獲勝的條件很簡單 你只需要得到最多這個社會標誌的模型 就可以獲得最終的勝利 遊戲進行方式呢 會將我們這一疊的手排洗一洗 然後背朝上放在自己的面前 接著從上面抽五張牌 1 2 3 4 5 5 放在自己的版圖裡面 像這樣子 接著呢 到你的回合 只需要選擇一張 放在上面任何一個空的地方 例如說像這邊 接著呢 補一張牌 就換下一位玩家 那下一位玩家一樣 他會抽五張牌 然後他會選擇一張 放在場面上 然後補一張 再換下一家 就這樣子輪流進行 接著我們看一下以下的情況 我們將鏡頭帶到這邊 好 這邊呢 已經把我們的社會標記 的隔壁 空的陸地都已經填滿了 那就開始結算 這三個社會標記 該歸誰所有 首先呢 像建築的社會標記 就會歸綠色的玩家所有 那綠色玩家就會把它拿走 為什麼呢 因為綠色的玩家有四點 針對建築標記 以及一點的萬用標記 也就是他有五點的影響力 那其他的玩家 數值是比他小的 所以他就可以將我們的 建築的社會標記 給收走 接著呢 一樣的道理 宗教的社會標記 他紅色的玩家是五點 所以紅色玩家 就會把它收走 那糧食的社會標記呢 會 我想想 會歸為 紅色的玩家所有 因為紅色是兩點 綠色只有一點 OK 所以紅色玩家 一樣就會把他的 糧食標記給收走 那這樣就結算完畢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的 試Summer Night的遊戲 規則介紹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問 以及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私訊我們的粉絲專頁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不不 不不